谁叫我水水或者鸡鸡 从小到大每个班上 是不是总有那把一两个同学被欺负呢 欺负别个的时候觉得好耍 被欺负的时候你就只有瓜气了 今天鸡鸡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校园暴力的电影 这部电影有MV一样浮夸的灯光 有恐怖片一样的解极 还能把欺负同学和马桶水拍得像在耍水上路源一样 看得鸡鸡模式又好笑又好气 关键是还有点盛得慌 女主角牛百斤从东京转熟到了乡下的高中 为了适应乡下生活 她积极主动的融入大家 因为长得漂亮 性格开了 所以牛百斤很快就被大家孤立了 牛百斤毕竟是混过大城市的 虽然心头发了几十个白眼 看不起旁边的喜姐崔 但是她还是保持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并主动开始搭赛 哇你头发操心好好看哦 看到牛百斤 那么时货 喜姐崔顺之弱的这个朋友 他交定了 在这时 坐在旁边的白脸花突然开始鬼哭狼嚎 他说他跟牛百斤是一个中学的 还被他欺负过 于是瞬间 同学们都觉得 你若你有理 我们都要保护你 于是纷纷用眼神杀死牛百斤 牛百斤才觉得莫名其妙 我跟他认识吗 我咋不晓得我欺负过他哦 结果一走出教室 白脸花秒变黑色大地花了 原来当时同学欺负他喝马桶水的时候 牛百斤也在场 但他只是冷眼看的 没有帮忙 所以白脸花要让牛百斤付出代价 不晓得为啥子 白脸花一笑 鸡鸡就觉得好他妈圣人啊 这个白脸花 可能是霓虹细琴学院毕业的 分分钟出席 知道牛百斤是霸凌女的假象 这下同学们都开始整他 在他桌子上 纷纷问候他的妈妈 最后还撕了他的语文书 牛百斤吃的钥匙 再也不能忍受了 你干啥子 钥匙 你咋不吃素说说嘛 牛百斤的到来 给这个白脸 增添了很多活力 看大家脸都要烧赖了 就想得牛百斤 又造欺负了 每次看到牛百斤 被整得很彩的时候 白脸花就会出来胜人 看到牛百斤 被盖的马桶头喝饱了水 您的好友 白脸花已上线 看到牛百斤 当众要裤子 您的好友 白脸花已上线 看到牛百斤 被使节吹 拿墨水洗头 您的好友 白脸花已上线 怎么样 鸡鸡说的胜人 不是喝你们的吗 于是牛百斤 拿到一趟 说着就着的闺蜜约会 高高兴兴的在东京 耍了一晚上 心情瞬间好了很多 回到山下后 牛百斤决定 从头助人 于是牛百斤 一夜晚上没睡 拿出开家本领 画了个 乡下土包子 不会画的妆 秒杀了洗剪催 要想在这里立足 就要一路过关宰将 幸好牛百斤开了几遍真快转 得到了真权 于是开启了他的黑吃黑复仇 第一步 建立个人的党羽 牛百斤决定要找一个长得好看 站住的墙 和自己活拍的 呃 算了吧 只要是个人 他都要了 于是不抱态的乖乖女 成了牛百斤的目标 牛百斤用了一朝苦肉计 帮乖乖女背了黑锅 成功会得了乖乖女的信任 第二步 开掉洗剪车的左膀右臂 乖乖女 偷了洗剪车的手机 拿两个手机 互相发消息 制造假象 牛百斤叫来洗剪车的好机友 泰玛 你以为的好朋友 在背后 把你老哥是瞧的 好机友表示不相信 就这两句微信聊天 咋就能说明 我的老哥是瞧的呢 于是好机友滚下楼梯 这下 老哥真的被瞧了 洗剪车也被当成了霸凌女 被孤立了 第三步 就是揭露白莱花的真相 白莱花在同学的面前 就装柔弱 在牛百斤面前就表气十足 于是牛百斤就让他笑 让他让 每次他都默默的拿起手机录像 为了把白莱花的形象 表现得更加深度 牛百斤还用心解极 做了一个白莱花活集 然后发给全白乖赏 这下 白莱花人生瞬间崩塌 大家都觉得错怪了牛百斤 洗剪车也懵逼了 到底是哪个欺负哪个嘛 我这智商不够用了呀 看着吃瓜群众都在看笑话 牛百斤终于炸毛了 他把曾经的敌人扶起来 这一屌羊 简直摔飞了 牛百斤站上了蒋台 做了一场总结发言 到底是哪个的错 是白莱花的错 还是洗剪车的错 还是我的错 最可惡的 来到不是你们这些开飞闹的吃瓜群众吗 就和当时我开白莱花被欺负时 一个见样 我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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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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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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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鲜 关注谈字口是新微博 私信恶魔即可获得有片资源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